Hello,大家好,我是Emily Lim 然后我毕业于UPM大学 我修读了Master in Material Science 和PhD in Applied Optics 我拥有15年的教学经验 尤其是在数理科 我专教读中的数学 HPM的MMAX 还有IGCSE的数学 其实数学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难 只要你掌握了那个技巧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学习 谢谢 大家好,我是林老师 今天我又与大家分享另外一题的数学 题目为x加1挂弧平方 乘x-1挂弧平方 再乘x2加1挂弧平方 一般同学的做法 他们都会把每一个的平方先打开 然后呢,再乘 这种做法呢,会觉得有点复杂 然后学生呢,也没有办法去完成 因为乘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可是呢,如果我们有另外一个方法呢 这一题呢,是非常的简单 首先,我们要把这个平方先抽出去 当你抽出去了之后呢 你就会得到x加1和x-1 我们就可以使用这一个方程式 把它带入进去 我们就会得到x平方-1 所以下一个步骤呢,也是同样的 把这个平方先抽出去 抽出去了之后呢 你也是一样会得到这个的模式 所以你就可以把这个方程式呢 带出进去使用 这样子呢,我们就可以轻松的 把这一题呢,解答出来 谢谢大家的收看